您的这个棒球训练基地 不仅仅是招募男孩 现在也招募了很多女孩子 棒球大家的认知当中 都是男孩打的 而对于我来说 其实女子世界棒球的价值并不低 而且咱们有可能赢她 那我想我们现在是 U10跟U12组 就等于是10岁组和12岁组 两支队伍 你看这支队伍 今年已经在中山的那个 全国比赛都得了全国冠军了 哇 真棒啊 今天孙教练把我们这个 棒球小姑娘们也带来了 来 哇 欢迎你们呀 做个自我介绍吧 姑娘们 大家好 我叫林莫曲 我今年11岁 我来自四川大梁山 我是遗族的 大家好 我叫曲比尔洛 我今年11岁 我来自四川大梁山 我也是遗族的 大家好 我叫迪拉阿姨 我今年11岁了 我来自四川大梁山 也是遗族的 很高兴来到这里 大家好 我叫莉莉阿港墨 来自四川大梁山 今年9岁 也是遗族的 欢迎四位可爱的小姑娘 我问问你们棒球训练苦吗 有时候很累 有时候累 有时候不累 最苦的时候啥样啊 就是冬天的时候 坐体能的时候 手特别冷 那你们训练时候 最长的时间要训练几个小时啊 最长的话 就我们不学习的话 就一天可以训练吧 上午和下午 就从早到晚都在训练 对 你们不觉得苦吗 不苦 打棒球给你们带来什么感觉啊 快乐 快乐了 真好 我来这之后也有很大的变化 懂了很多 怎么来到孙教练的这个队伍的呀 孙教练挑我们的时候 我就是特别想来 然后我想 我想看一下世界有多美 带下牙套的小妹妹 你眼睛笑得弯弯的 什么时候戴的牙套 就是今年四月份 就是你来了棒球队以后 带你去做的这个牙齿矫正是吗 对 你带着她疼吗 不疼 但你知道孤牙挺贵的吗 知道 你们教练真好 连牙都管 这孙教练真的是细心 真的是爱你们 就是孙教练他对我们特别好 但是他不顾着自己 他不顾着自己 对 怎么了 之前身边了嘛 有时候不按时吃饭 也不好好睡觉 也不好好睡觉 得批评他是吗 就是希望 孙教练下次能按时睡觉和按时吃饭 四个小姑娘 你们有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打算吗 我以后我想当一名优秀的棒球运动员 然后我希望我一直能打棒球 我希望能像孙教练这样 能帮助很多小朋友 这个真的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就是我们教出的孩子 不仅仅是只想着我更好 而且想的是我要帮助更多人 带来希望和幸福 所以孙教练真的向您致敬 您真棒